風景秀麗的外木山海岸早已經成為基隆市的觀光旅遊勝地 不過貫穿整個外木山海岸線的這條湖海路中線 卻出現常常寬度不一樣的裂縫 基隆市議員宋偉立和于三發 特地邀請基隆市政府相關單位以及北關處人員到現場會刊 提醒主管單位進行必要的檢測 包括地下管線有沒有破裂順水 以及路基掏空等問題 維護道路的品質和行進這裡 汽機車 駕駛人的安全 半半施工的話 高速公路為什麼沒有這種情況 是工程瑕疵呢 還是品質比較不良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說希望他們來鑑定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邊是原先外木山這個地方的排水系統不是做得很好 那麼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那個水亂竄使得這個路基有變形 所以希望他們能夠整體的來檢視一下 這場是我們網路票選第一名的一個海岸線 是我們發展觀光的重要的一個目標地方 但是這個路面如果說有這種裂縫的話 這樣給遊客的觀感也不是很好 不管是安全性與觀感上 所以我們希望各相關主管機關 不管是因為你半半事工所造成中間的這麼明顯的一個裂縫 或者是說是因為地下管線有出現的破洞 或漏水或什麼樣而導致的這個裂縫 不管是什麼原因 我們我想前後段各有不同的主管機關在負責 希望各主管機關都能夠做一次的檢視 而且要把這個裂縫的問題給做改善 由於湖海路前段屬於市政府公務處管轄 後段大五輪沙灘一帶 則屬於產發處管轄的產業道路 公務處人員表示初步看起來 應該是當初鋪路時採取半半施工的方式 導致現在產生中線裂縫 公務處會再進行檢測 可能要檢視一下說它下面是不是有一些管線 對 會不會造成的那些問題 由於來外木山遊山玩水看風景的遊客和民眾 越來越多 宋偉立和余三發提醒市政府相關單位 務必要特別重視這裡的道路品質 維護民眾行得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